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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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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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 而你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 我会珍惜你给的直播节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 三年来的直播 我不知道会再回来 不回头 不回头能走下去 听完这首歌 小剑剑也只能感叹岁月如梭 物是人非 都于音乐区也将失去两位音乐鬼才 至于德云色的下一站 在经过随我们的各式各样的参摄后 如今已经有了眉目 笑笑见识在微博中公布了自己新的直播平台 龙珠直播 希望德云色在新的平台 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华丽酷炫的操作 以及感人肺腑的歌声 也祝愿社长的头发能够迎来分收 话说回来龙珠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 突然发力将社长收录囊中 闷声发大财 真是相当的牛批啊 听说呢 这一次牵了德云色之后也将有其他大主播加入 小剑也将继续关注跟踪 LL解说圈这两天也经历了大地震 解说泽园突然爆出猛料 曝光了女主持人洛欣和蓝解说记得之间的被嗨故事 细心的所有还翻出了早些时间洛欣的直播视频 从中能看出一些端倪 那我看看 看王继德在玩不玩 王继德说让我们今天给他留个位置 因为他说有一个后补位 我有人 你有人 好惨啊 王继德好惨啊 王继德太惨了 他说他昨天想跟我们一起玩等到四点多 那我就直接叫这个人了 你问一下王继德吧 那我还拉吗 那边如果快的话也行 这个人没有回 我还不回 哦这个人没有回吗 哦他这把 他说他在这把玩了马上过来 你跟他说食不可爱 食不可爱 食不可爱 食不可食 食不再来 哈哈 备胎 备胎到老王继德 屁姐也不要这样说 这样说话吧 没事我也有备胎 众多网友疯疯表示 这场淡美季级赛中 因为立了flag 结果最终输掉了比赛 要在这大冬天里直播跳河 各位观众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我们为您转播的 2016年跳水世界杯赛 男子审美跳台的决赛 这也是本次世界杯赛 最后一项决赛 在半决赛结束之后 秋波和陈爱森 是排在第一和第二的位置 这样在决赛当中 他们两个也是最后两位出场 看秋波 也是向内翻腾三周板曲解 同样的动作 完成得非常轻松 太轻松了 从这个看一下飞行 9分 过90了 对 平均分也是有效分来到9分 94.50 我看着就觉得冷啊 小剧店也挺佩服观众 演出必行的勇气的 反观某位主播是吧 好好看好好学 我看着你 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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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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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